人体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刚才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 聊聊聊血 我们再聊聊气的关系 气的气息是 气是什么呢 气是无形的 就是我们呼出来的这个气 其实现代医学呢 已经验证了 气是有形的 一氧化氮 是我们血液当中 固定有的一个气体 大家发现心脏病患者 身边必备什么药 消散肝油 对吧 消散肝油 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小球枣吃了 大便有些变色是很正常的 你如果吃了甜菜粉的话 大便还会有一些变红 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这是枣类物质 还有这样的一些甜菜物质 它的天然性色素 对你的这个 大便的一个染色过程 这个不用担心它 大家就会发现在生活里面 你们会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所有心脏病患者身边 是不是都要背着消散肝油 对 速消救心丸和消散肝油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消散肝油是什么 消散肝油 是制造炸弹的 制造火药的一个物质 我们稍微有点经验的都知道是什么呢 消加上碳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制造火药的一个物质 其实消散肝油包括炸药所爆炸产生气体 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被我们人引入进来了 当你口服了含服了消散肝油之后 它进入到你的血液之后 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气体 而这个气体就是一氧化氮 所以说一氧化氮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确定存在的 在国际上也有很多用一氧化氮的案例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气的一个部分 但是中国人所说的气还不完全是一氧化氮 这个是西方现在认知的 原来我们的血液当中的确实有气 中国人对气的理解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我们有一种气 中国人说的是免疫力 这个气叫做胃气 因为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两个姑娘在一个环境里面坐着 一个姑娘感冒了 一个姑娘没感冒 但是他们俩可能穿的衣服一样 环境也一样 中国人是在这种认为 他们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把它叫做胃气 就是保护了自己的意思 那么一氧化氮之外的话 中国人还认识一种气 就是也是和营养相关的 叫做营气 营气是什么呢 通过饮食运化而带来的气体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 气体气体的来源是什么呢 很多女孩子会认为自己的肚子凉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很多女孩子会认为自己的肚子 小腹部位发凉 小腹部位发凉的女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的女孩子 很多一个基础原因 肚子发凉 肚子发凉的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睡眠不好 能理解吗 有关系吗 肚子凉 跟睡不好 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西方医学所无法去认知的 所以西方医学解决失眠 就是我们会给大家做了一款 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个包装 没法给你们看 做了一款 我们的调整整睡眠的产品 我们是把丁氨酸和甜菜放到了一起 很多人都奇怪 那个那个丁氨酸就这些东西 有助于睡眠 这是个西方医学的观点 是给大脑补充 这个我们能理解 但是为什么要跟甜菜放到一起 就是一个 你只有懂了肚子凉的女生 睡眠不好 你才能够理解中医的一个营养原则 和一些单一性微量元素的一个 补充原则 要把这两件事一起解决 那么首先一个 你肚子为什么发凉 其实一个核心的原因 跟胖瘦没关系 胖姑娘肚子也会发凉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按照中医讲的 营气不足 营气不足来自于哪里呢 首先一个 你自己的女生了女生嘛 我们的心率普遍偏慢 心率普遍偏慢的环境之下 你自己的血型速度就偏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很多女生会出现血压低 但是血压低的症状 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 很多女生是高压低 低压不低 就是压差特别小 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 问我这个事情 就是哎呀就是对了 为什么我的压差这么小 甚至只有六十九十 甚至可以七十九十 甚至七十一百 就七十到一百都算正常的 很多你看我的血压是多少 七十五一百一十五 这就是个标准的血压值 就是压差也是很标准的 很多女生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大家这个是要理解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越睡不好 你越这样 你越这样 你越睡不好 这个是个相关性的 因为高压是我们心脏在跳动的 就是在收缩的这一瞬间 就是心脏 心脏一收缩 它就会给它的血液一个压力 就砰 就像我们打气 你把它往下一压这个过程 你这个气不就被管子推出去了吗 这就是我们心脏一收缩 你的所有的全身的血管 它是密闭的 都会觉得有了一股子压力 那么这股子压力呢 它就会传递到我们的血管上 这就是高压的一个由来 但是呢 心脏 你气管下去这一下 你要把它拉起来 你才能够第二下 对不对 你拉起来这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的低压 那么低压的这个过程 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血管 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的 很多的小血管 就是你们为什么出现 就是你们心跳能力 这个收缩这一下偏弱 那么这一下的话 会造成你的高压低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你们就是 你是个小打气筒 男人呢 是个大打气筒 就是你就是这么小 你就是 你给你这个气球打的这一下 你的气球就 这样的一点点 所以你的血压小 这个 这个高压低 好理解 对吧 你如果是个特别大的 那个打气筒 也是这么个气球 光这一下 那气球就爆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高压的原理 我发现我能把课 讲成这样 这样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能理解了不 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了吧 然后的话呢 理解了高压 我们再说低压 低压原理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血管的血液 它会进入到你的 很多的小血管 小血管呢 要回到大血管 再流到 流回到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去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的低压的产生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 就不受心脏控制了 心脏是让你们回来 是向上拉 就是气球大也好 不是 这个打气筒大也好 打气筒小也好 它拉的这个过程 它回的这个过程 是不会对这个气球产生压力的 但是谁会对这个气球产生压力呢 是你的这样的一些 小血管里边的血液 回流到你的这个 大血管的这个过程当中 回的速度快越不快 来你对你大血管 产生的一个压力 但是 小血管的太多问题 受着神经组织的影响 就是你 你会发现 一个特别神经性 特别敏感的女生 特别容易出现 这种的一个血压方面的压差 变小的问题 所以这次和睡眠又有关 所以说 调理女生的这种身体 要从情绪 交友 饮食 睡眠 共同去面对 其实大家有些时候 你发现没有啊 一个爱运动的女生 一个爱运动的女生 就不太会出现这个低压低 或者就是这个高压低 低压也比较这个高 这种压叉小的情况 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用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他的这个血型速度增加了一些外力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要知道外力是可以影响到你的血液的一个形成 但是呢 在纯净生活的这个板块当中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心理健康 良性交友 居家清洁 其实这几条 看着和健康没有关系 其实也是关联性非常大的 这是我们要理解 包括避免冷眼 避免就是会 你们一定要知道 女生刚才我说的 睡眠不好的肚子发凉 肚子发凉的睡眠不好 肚子发凉代表你自身的低压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位置我们是一个 为什么又会用肚子去形容 而不会用这个大椎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我们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大血管 它的热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里会热乎的 而肚子表面呢 能摸到的是我们的一些静脉血管 是一些小血管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可以判定出来 你会有一个低压偏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长期把甜菜粉 纳入到你们的生活方案当中 它的作用不单单是 让你自己的生活多一点点甜 它不单单是在给你们补铁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一氧化氮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体 所以说因为它不单单 因为一氧化氮不单单 作用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 还有是什么呢 免疫系统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 一氧 木拉德他们发现一氧化氮之后 他能够包括延长女性的生育能力 包括等等等等 各种地方都有 那么 获取一氧化氮的主要的方式 一个就是合理的动 能运动 当然是最好 所以很多女生也好 平常在觉得自己睡不好的 去动动 去动了一下 去运动一下 出出汗 突然间觉症 我怎么睡得好了 但是你如果要把合理的动 科学的吃 正确的补 放在一起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知道是什么呢 因为一氧化氮 它是和血压 血流密切相关的 它是一个细胞膜的 一个传导机制 像以前我们给大家用 让大家去用什么 纯本原氧 纯本原氧的主要目的 也是一氧化氮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氧化氮的补充 要每天长时间 但是可能单靠一个 纯本原氧的话 大家在生活当中 觉得偏单掉了一点点 我们现在为什么 又给大家 重新又增加了一个 甜菜粉 甜菜粉 它的特性 一个是造价比较低 还有一个 更容易让小孩子接受 更容易让小孩子接受 而且是什么呢 它的服用场景 更多样化 比如说加到馒头里边 比如说加到面包里边 比如说拌到酸奶当中 比如说调成饮料 它自己的使用场景 会非常多 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除了具有了 这个一氧化氮的 补充功能之外 还有着一个丰富的补铁功能 我们把它 还有叶酸 还有几种特殊的成分 专门给女孩子 定制的一款饮料 就是小条装的 大家因为这个 大家可能觉得戴起来比较方便 这是家庭装 大家在家里边 吃饭的时候拿一勺 那么 我们专门给女生 也定制了一款 就是细长的 就是像小咖啡一样 就是 大概是五颗装 带在身边 里边除了 给大家增加了一些维生素B 增加了一些 这种甜菜之外 还专门给大家增加了一些 有助于神经舒缓的一个氨基酸物质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在 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所缺少的一些东西 我们发现了以后 会针对性的在营养里边给大家做一些调补 这款产品的话 也会成为我们的一款 就是算高阶版 这个算家庭版 普通版 在家做饭的女生的话 可以用这个 像一般出门在外的话 可以用我们一个 如果你更关注睡眠 就是你平常没有睡眠问题 只是说关注一些心脑血管 关注一些膳食营养 用这个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想在一个睡眠的感觉当中 提升一些它的功能 就会我们是在它的配方基础之上 又给大家增加了一些 那个东西的成本很高 丁氨酸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们也是不惜代价的 把它引入到了我们的纯净生活的平台当中来 什么时候有的话 因为配方我们做出来了 包装现在在设计 估计六月份吧 六月份的话 大概可能就能够上市 也会变成我们的一款主力产品 所以说大家在补充 一氧化氮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纯本原氧 除了甜菜 还有一款新的产品 就几个产品的交替着用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一氧化氮的补充 越早越好 一氧化氮的补充的越持续越好 这就是一个像一个运动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信使身体当中产生的 一氧化氮能够穿透任何的细胞膜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传递过程 刚才我们说了 很多女生所产生的这个低压低的问题 就是小血管的这种血液 像我们的这种大血管的回流当中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一氧化氮去解决 让你的信号传递准确 让他信息能够舒缓一下